你是欠人家的 就是给人家 不知道人家又不是抢 又不是偷 人家真的很辛苦 做回来 梁婆婆之前 在何文田街 这棟私人屋苑 从事保安一职 已经做了十一年 主要工作是 为住客开门 和开私家车电闸 虽然是人家低眉工作 但也要尊重一下人家 对不对 梁婆婆的工作范围 绝非手把硬件功夫 尤其他在夜间当值 更是吃力不讨好 日后有两三个工人的保安 我晚上只有一个 还有要开门 让那支家车出入 又要洗厕所 又要抹肩亭 有时那些大杂质灵 又要用手推 我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因为夜间保安 只有婆婆一个人 如果走开了 没有人开门 便会为住客带来不便 以往婆婆也试过去厕所 令到家庭没有人 被住客拍照投诉 自此婆婆厕所都不敢去 吃饭都在家庭解决 婆婆09年入职 而2013年劳工署人员巡查之后 大厦法团就和婆婆签了 雇佣合约的增补条款 内容是 良婆婆每间都包括 一小时的用线时间 身为雇主的大厦业主立案法团 都有签名作实 只不过 我做了十一年多 我曾经不断地向那些业主发言 我没有厕所进去 我很辛苦 没有饭吃 法团有什么回应 每个人都说了 听了便算了 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理我 如果没有过一个小时 吃饭时间 是怎么解决吃饭的问题的 好像坐在家庭那里 头壳顶就照着钢管 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偷食 你不走过 我便不跟食下 他去厕所 有时 人有三急 唯有噓噗些 说句 拿个桶 因为去不到厕所 等这个屋头到屋尾才有厕所 不要说去厕所 有时连假都请不到 他试过想请连假取媳妇 都被业主立案法团 用这样的态度去回应 到拜登那天就说 你结婚了 摆什么走 又不是你家 大家 穷与富 都有起应日子 为什么要这样笑大 我便不开心 就连这幢大厦的住客 都看不过眼 有这样的事就是 就是 离谱一点 一辈子都看不到 行不行 再问他回头 你行不行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明明法团已经和婆婆 签了有一个小时的用线时间 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实行 当时的法团委员 就有这样的回应 你听他一方面的说 当然是 你要明白 怎会不让人去厕所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们都帮了他很多 你想想我们做管理委员 收到有人投诉 只听个视频 是拍他睡着了觉 接着门是没有锁的 人家开了门进去 人家说 这样也可以 那你叫我们怎么处理呢 是吧 我们已经引让了很久 都不 都算了 几十岁 其实我们都很委屈的 说真的 既然你们觉得他这么懒散 他都在你们大厦 做了差不多十一年 是啊 是啊 十一年引让了很久 就算婆婆工作表现欠佳 根据雇佣条例 如果因为工作性质 不可以离开崗位 吃饭那一小时 也应该有工资 于是婆婆就透过劳工处 向法团追逃犯 二零一三至二零二零年的繁中钱 那劳工处就说 要他補 时间就过去了 唯有 要个法团 每一日 補回一个繁中钱 那補了 应该算出来 就是七万多 这七万多元饭中钱 是参考当年婆婆的薪酬议定 金额培回在三十多元 每个月的计法都详细列出 七年来 夹夹万卖本应是七万多 但业主立案法团提出的和解金额 就变了四万元 其实我们觉得是给多了 给多了 为什么你觉得给多了 因为他计算的方法 和我们计算的方法是不同的 我们没错 他有他的要求 大家协商 为什么当时你答应他们 我们只拿四万元 只剩一半 他说是不炒我的 他说你继续做 我以为我老了 很难再找工作做 因为我已经73岁了 打算好来好 收四万元算了 谁知道我收了四万元 七天就炒我 按了密码锁 原本是没有密码锁的 法团某位高层 声称给婆婆继续做 不过和解协议 就没有白纸黑字写明 谁知道回头 就安装了密码锁 说不需要保安开门 你觉得他们 为什么会突然安装密码锁 等于谋了我 我收超了钱 看下怎么谋我 一个大压减 一个大话 赶我走 这样 调解完之后 我们仍然 大家觉得他可能 表演都不行 都是要他离开 签了和解协议之后 就炒了他 这个也是那句 我不是我的决定 是整道南下的决定 年过七十 本来想自力更生 都难逃失去工作的命运 辛苦工作的饭中钱 又拿不足 梁婆婆只求一个公道 最终我拿回 我应得多了那小时的饭中 三万几天 对 他不舒服 他说 医生叫我做两刀手术 是手术顺利就好了 不顺利就会痰了 要是是不腿 扎着神经酸 中了少少风 但不顺利就要是去做物理治疗 做抗救 我希望拿回应得的工资来抗救 去做物理治疗 他竭而不捨 在上年經勞工團體滑船底下 再次追討剩下的梵中錢 簽訂另一份和解協議 不過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最後他只追得回1650元 法官說幾個字而已 不太詳細 他說計算了我兩個月 我簽了 收了 我以為還給我那三萬多元 誰知原來不是 但我不知借甚麼 過幾天才寄個封信 你財困了 律師表示 第二份和解協議 是建基於新索人 已經同意之前四萬的賠償金額 所以想追討剩下的梵中錢 就需要推翻先前的和解協議 這方面婆婆是可以向法庭 作出一個申索的 就著當時會否僱主 即是業主立案法庭一方 有有道性的行為 令婆婆簽訂這份合約 而這份合約 即是和解協書 是應該被推翻的